数位时代发展的趋势在哪里 到底台湾的策略在哪里 以及台湾如何帮助台湾的企业 去面对数位时代策略的改变 谢谢大家 其实我加入公共服务没有多久 大概八个月而已 我在此之前全部都是在创业 主持人刚刚讲的十几年前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们那时候在做资讯人 我跟贺源跟学校来 我是技术长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弄一个 叫做库毕德的一个拍卖平台 也跟eBay也没有差太多 然后所有金流物流 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自己弄 为什么自己弄呢 因为政府的朋友们 对于这部分实在是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我们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向上管理 告诉所有的长官们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调试这个法规 所以说其实我一直都是在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 所以呢 进了政府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实际负责政策的这些朋友们 真的知道他的幕僚写上了一些关键字的时候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东西除了就是做报告要花预算 当然很重要之外 怎么样子叫做成功 怎么样子呢 叫做虽然KPI都达成了 但是不成功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院里去试着做一个文化上的一个转变 那我接下来的简报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发现我简报笔现在在台下 所以说可能要有位朋友帮我拿一下 但是我先把outline先说一下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叫做Calm Technology 就是所谓的平静科技吧 有一本书讲这个 或者宁静科技 这个概念其实呢 也是大概二十年前 在全路实验室所创造的 Calm Technology的这个想法 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我们科技 现在很多人用手机啊 很多人用社交网络嘛 看到五百个赞 按完之后呢 其实呢 你是很多人觉得很空虚 很多人觉得很焦虑 很多人呢 觉得不舒服 其实真的不舒服 那但是呢 不舒服呢 可是呢 看到那个红色的点呢 又不得不按下去 然后呢 那个有的红色的点 上面还写999plus 你还是想要按下去 那所以呢 按下去也没有比较舒服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不要说各位了 我们在工部门的朋友们啊 每次发生什么舆情的时候啊 大家就是三个空虚软件 全部都999plus 然后呢 然后呢 有各种各样子的 让人焦虑的这个情况发生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决策的品质呢 确实有的时候 有值得讨论之处 这个我也不会言 那所谓的 Calm Technology的意思 就是说 技术 我们导入技术 不是要造成 这种人的心理问题 我们是要解决 人的心理问题 人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 没有静下心来 像我们这样 好好的交换一些故事 彼此了解 聚焦到一些 能够做的事情上面 那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不能再盯着手机 而是说 整个房间 应该是一台手机 就是说 它应该向大家 专注的焦点 是能够慢慢慢慢聚焦的 那当然呢 有的时候呢 整台房间 装东西这个很贵嘛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便宜的VR技术 或者AR技术 那大家也可以到 一个虚拟的房间里面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Calm Technology的过程里面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 让人跟人之间 彼此聚焦 这个呢是一个专业 就是主持的专业 主持的专业呢 就是讲一个故事 能够让明明背景不同的人 诉求不同的人 都能够分享彼此的感受 那主持人呢 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好的主持人 非常非常稀有 那所以说呢 在工部门里面呢 我们要大幅度地推荐这样 就跟任何一个 传统产业一样 你可能请管理顾问公司 你进来带了一些 很好的共识 赢一些班子 然后呢 也许呢 这个一代二代对某件事情 稍微有一点点共识了 可是那员工呢 这个没有办法内化 这个价值 因为你不可能 一直请管理顾问公司 每天每天地带你的员工 那但是呢 这个也是技术可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呢 有一套新的 就是深度学习的这个技术 以前呢 机器是你要去教它的 它才学得会 现在不是 现在是你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 机器只要看着你 它只要看你 看够久了 它就会了 你根本不用去教它 这还是最近两年的事情 所以说这几个技术上面的趋势 集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把技术变成一个 是人要配合机器的东西 慢慢变成机器配合人 以下呢 这个都讲得很抽象嘛 对不对 说什么这个彼此之间对焦啊 有共同的诉求啊 之类之类 所以呢 我们就来讲个demo 这个demo呢 它响应了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这个蔡总统就职演说 他是说 民主啊 常常是这个 以前是这个不同价值 彼此的冲撞嘛 两个价值中间的冲撞 但是呢 现在呢 要是不同价值中间的对话 这个对话怎么做呢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 有demo过 给大家看一下 2014年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些朋友 对于 就是一个服务贸易协定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呢 在立法院的时候 因为当时对于宪法的一些解释 所以立法委员们 不太愿意做实质的讨论 那所以当时呢 我的一些朋友们 就决定在立法院 去来这个demo一下 说我们要怎么样 对服务贸易协定 去做一个实质的讨论 并且呢 还可以聚焦 但是其实公部门呢 对服务贸易协定 是有讨论的 也有公厅会 然后呢 也有详细的研究案 其实该做的都做了 可是呢 讲得清楚吗 不一定讲得清楚 公厅会来的朋友 像我们柯文哲老师 讲了非常非常多话 结果呢 到最后会议记录 这个综整的时候呢 剩两个字 他就很不爽 后来就去选市长 我的意思是说 公门这个沟通的管道呢 在当时呢 完全是 就是单向的嘛 这个下船平宽呢 非常非常的宽 可是上船呢 平宽非常非常的窄 那就算是这个投票 选举 我们说罢免好了 那你就是每四年 上船两个byte 就这样子 那这其实是 非常非常不对称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当时这些占领的朋友们呢 就又运用了 我们刚刚讲的 Comtech 宁静科技 做了一场这个宁静革命 的这样子一个展演 这个展演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呢 除了在立法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整天在那边讨论 服务协定哪一条 怎么样之外呢 其实呢在占领旁边的街道上面呢 有大概二十几个NGO 每一个NGO呢 关注的不一样嘛 有的是关注对劳工的冲击 对环境的冲击 对这个其他的 运动者们的冲击 但是呢 他们共用一套数位系统 那这套系统呢 是我们民间的一个 叫做临时政府 G0V的这样子一个社群呢 所建制出来的一套 这种平静科技的 这样一种系统 这个系统的特色就是说 你到了立法院周边 你不管在三条街的 哪一条街 对于服务协定 有任何具体的想法或看法 你就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 就会有主持人帮忙 宗整 帮忙聚焦 然后你不需要做任何 打电脑啊 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呢 讲的话 说的重点 所有这些东西 突然之间 都会跑到一个 好像神经系统一样的 的这样一个网站上面 每个人讲的话 会做成竹子稿 每一个地方 每个角度 都有录影 每一天的宗整的这个共识 如果还不能收敛的 会变成明天讨论的题目 所有这些 这个comtech的应用 就使得说 三个星期的占领 不像很多其他地方的占领 是越谈越没有焦点 越谈越模糊 到最后就没有诉求了 对 那而是说 越谈呢 就越精进这个诉求 本来讲不通话的人 慢慢听一听 彼此的生命故事 慢慢就彼此理解了 到最后就整理出 很具体的诉求 而且我们当时 这个王金平老师 也同意了这些诉求 所以是大家就 这个撤出了立法院 所以那一次呢 可以说是一个 算是一个创业吧 一个demo吧 就是说 这样子的技术 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 那透过技术呢 我们不是要 单向的去做文宣 或做什么网军啊 攻防啊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透过技术 去把大家关心的事情 进行收拢 HTC所有的这些朋友们 都跟公司说 哎 我要请假 然后台湾需要我 这样 那为什么 就是有那么多 这个专业的设计师 工程师 愿意一起来建造 这样子一套系统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一代 我三十六岁嘛 我是记得戒严的 最后一代了 我弟弟比我小四岁 他已经不记得戒严了 但是呢 其实我阿嬷 他陆港人 然后做教育的 他这个嫁给我爷爷 四川人 之后呢 他跟他的小孩都说 绝对不要碰政治 我爸是念政治的 但是他绝对不可以碰政治 那为什么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就是 长辈们的那个时代里面呢 他是不可能畅所欲言的 上对下可以说话 下对上刚刚那种 这个横向集结啊 是是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这一代呢 是觉得这是 当然的事情啊 在网路上 谁随便想讲什么 就讲什么 你不讲 世界没有人看到你 没有人看到你 你的好点子 墨西哥人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 文化上的差异 要用文化上的东西 来调和 在1996年第一次 总统直选的时候 当时全球资讯网 非常的普及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网路上面的讨论 明明已经进行到 非常非常聚焦的地方 但是呢 主流媒体啊 报纸啊 这些东西 还在讨论很前面的事情 那从1996年到现在呢 其实这个状况 也没有改变多少 那所以我进政府来呢 所谓叫做数位政委 其实就是想要 把这套技术 这套comtech 带进行政组织里面 然后呢 让大家彼此 倾听的这样子的能力 提高 把民间上传 给这个公布能频宽 提高 那这个呢 用的当然都是一些 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可以保障 大家的自由 大家可以自由地去运用它 大家在运用完之后呢 感觉会比较好 这个的意思呢 其实呢 像用刚刚comtech的 就是宁静科技的这个比喻 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有效的 很efficient的科技 其实你用完之后 感觉是不好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报税软体 大家可能最近 都用过这套软体 没有用过就 就是表示 你实际去国税举报嘛 那所以就是说 用过这套软体的人呢 都会觉得说 好事很efficient 我可以自动取得 我的所得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呢 我就要找个读卡机 然后呢 我若是用Mac的话呢 要先装半小时的程式 然后我用iPad的话呢 根本没有办法 然后之类之类 就是说 有各种各样子的方式 让你即使很快的 十分钟完成了报税 报完税之后 感觉还是不太好 虽然今年的版本 会跳出一个吉祥物 然后 它告诉大家 这个感谢为国贡献 但这整个过程呢 并没有让你报完之后呢 感觉比较好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重新设计 然后明年呢 就会有一个让大家 保证报完税之后 感觉会比较好的版本 会出现 那这个的目的 并不是说 这个 并不是说 只是感觉比较好而已 而是我们体认到 如果公部门的服务 没有办法让大家 有这种安心 安全 安静 安宁的感觉的话 其实 在民间的各种各样子 不管是非法的 还是合法的 这些服务呢 就会取而代之 然后呢 我们就会丧失 跟社会对话的经验 这个东西呢 一般叫做 破坏式的创新 就是说 它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公部门无法想象的方式 无法对话的方式 去进行创新 那这个 最近 这个讲到破坏式创新 大家可能还记得 Uber这个例子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它本来完全不是 做租车的嘛 它就是写App的 可是它在全世界 都扰乱了 当时的这个传统产业 那它作用的方法呢 其实呢 它就是运用了 Comtech的一些表皮 它就是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手段 就是说呢 你知道车子 什么时候会开来 你知道车子在哪里 在车上的时候 它一直提醒你说 你可以放音乐 这个车子可以放给你听 你感到很安全 然后因为有GPS 然后下车之后呢 这个还可以互相打个五颗星 你按个五颗星的时候呢 即使本来觉得还好 你按了五颗星之后 也会觉得很不错 因为你自己按了五颗星嘛 就是说它用了很多 心理学的手段 去让这个搭车的体验呢 让人是觉得 比较安宁的 但是呢 乘客下车之后呢 我刚好像Uber的Sales 但是不是 我刚乘客下车之后呢 可能呢 心里还是会忧虑嘛 刚刚那一趟 这个有保险嘛 这个是职业驾驶人嘛 他开错了 我能跟谁申诉呢 这些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隐忧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他学到一些表面 那但是呢 当时呢 这种皮样好的这种感觉 加上他们很会登广告嘛 确实是让这个 计程车受到危险 交通部呢 也被计程车包围了 然后完全一样的 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当时呢 就是在想说 我们可以运用在占领期间 一样的科技 去让大家去讨论一下 到底对于Uber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要求它什么 意思就是说呢 双方都是互相洗啊 就是各种不同对立的意见 把对方抹黑啊这样子 可是呢 如果大家气息静下来 讨论过这件事 我们就免疫了 我们就不会再被 这些公关 这些话术所影响 所以我们用的方法呢 就是Comtech里面 一种叫做 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一种焦点讨论法 焦点讨论法的意思是说 我们大家先分享自己的经验 一些客观的事实 然后再问大家 对这个感受是什么 你觉得高兴 我觉得不高兴 这没有关系 但是大家都看到 彼此的感受之后 才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最好的建议 就是最能够照顾 大家的感受的建议 最后呢 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大家综合的建议 写成法律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先写了 再来开空庭会 问大家的意见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一个程序 因为像本来的那种做法呢 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在街上的朋友们 跟在政府里的朋友们 讲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大家听到同一个字的时候 想到的也是不同的事情 我讲共享经济 你讲共享经济 我们根本不是在讲 同一件事情 这样是没有办法聚焦的 这个时候呢 idea就会变成ideology 就会变意识形态 那变成意识形态的时候 新的事实出现了 我就闭着眼睛不看 别人的感受 我也忽略 那这样子中了 这种意识形态的毒呢 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具体做的事情 就是自己用开放资料的方式 把Uber相关资料开放 也邀请民间跟公民团体 去提供他们的资料 我们在线上呢 就用AI 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去统计大家对Uber 这件事情的感受是怎么样 你一进这个界面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 yes or no的一个问题 你按了你的位置 在这边就会开始移动 你会看到你的Facebook朋友 你的Twitter朋友 就会发现说 哦 原来我的朋友们 对Uber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只是吃晚餐的时候 没有讨论过而已 这些不是敌人 这些就是朋友 那大家越来越讨论出一些 有共识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说 你只要能够说服绝大多数人 你能说服80%以上的人 当时蔡玉玲老师就说 我们就愿意这个 拿这个跟Uber谈判 那所以呢 我们确实就真的 纵证到了七项共同意见 而且我们也确实就拿这个 开了一个线上直播的 一场资讯会议 而且所有人都看着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了 这个法律 法律呢 也通过了 所以说呢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 对大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就是说 Uber在这样子的共识之后 当然有一阵子 这个不是完全同意 他们当时同意的 后来有一点点反悔 但是被罚了一点钱嘛 但是现在呢 也愿意用那样子的方式 跟我们继续合作了 这个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但是要执行这个例子 当时是投入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是靠民间G0V的临时政府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想要做的 就是要把这一套东西 引进到这个行政院里面 要让各部会的朋友们 都有能力掌握这样子的技术 来跟大家做对话 这里面的技术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快速地介绍 包含直接地 能够问任何人任何问题 我及时的24小时之内 我就亲自回答你 但是呢 同样的问题 我绝对不回答第二次 因为自动搜寻 已经会跟你说 这个问题别人问过了 这种公开问答集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如果有人来lobby 我也接见啊 但是呢 我会指着一个360度摄影机说 它代表没有在场的利益关系人 那所以说Uber的这位David呢 我们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也做成了竹子稿 所有其他别的利益关系人呢 就不会觉得好像黑箱 他们就可以接着这个 继续讨论 然后每个礼拜去讨论 要怎么样子去让公务人员 更能够接触这样的文化 所以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就发布了这个 所谓公务人员政策参与平台的 这个讯息 今天联合报已经报了嘛 就是这个唐凤瑶公务员 这个有不满要大声讲 不要怕秋后算账的这个东西 那它就是可以用昵称的方式 去在内部进行串联组织 去指出政策在执行上面 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基层可以指出这些东西 那我们有这个实体的 这样子一种讨论的方式 我们也用同样的这些技术 在阅历的这个自由软体 把它直接翻译到线上 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然后同样的我们每个礼拜五 讨论一次 这种大家在 Join联署平台上面 所提出的 不管是报税软体 不管是鲨鱼的这个歌旗气声 这个明天要讨论的 好像是线上游戏软体的公司 跟游戏玩家中间的 这个纠纷调节 各种各样社会上关心的问题 对 还有好明颖老师 联署的关于前瞻计划 应该快成案了吧 那所有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这些讨论的主题 都是公开讨论 整个目的就是说 投票很容易 可是投票能够传递的资讯太少了 占领非常困难 我们不能什么事情 都跑去占领立法院 那所以说中间呢 还是要有某个方法 那我们套用这样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先把 即时的资料 公开地让大家共享 让大家随时有什么想法 问问题呢 有正确的人能够回答你 甚至不是人 而是机器人 能够把已经打好的问题 回答你 这样才不会加重 公务员的负担 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彼此收拢 然后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大家能够彼此倾听 而不是公听会 大家各讲两分钟 两分钟两分钟就过去了 最后呢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什么状况呢 就是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概念 叫做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叫做技术基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 技术发展得太快了 人类跟不上 所以技术要什么 人类之后给什么 到最后人类都不是人类了 变成机器了 的这种想法 但是我是不信这一套的 我是觉得说 是一个plurality 是一个重点 大重的重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冲那么快 每一个技术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听一边 再听一边 慢慢慢慢地收敛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像Uber这样的技术来的时候 我们向技术要求什么 而不是技术向我们要求什么 那这个是我现在 在行政院具体的工作 那所以再次引用 这个蔡总统的就职言说 他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 unified democracy 也就是说 不被意识形态 所绑架的一种民主 要一个efficient democracy 要能够去回应环境 跟市场的一个民主 要一个pragmatic democracy 要能够让大家照顾到 彼此的感觉 我完全了解说 最愿意沟通 不一定最会沟通 那最愿意沟通呢 的意思是 愿意学会沟通 那愿意学会沟通 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 行政院里面呢 跟大家一起努力的 就是尽量倾听 大家彼此不同的人的意见 然后找出 共同的价值 大概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